HELLO 大家好,我是Heidi 大家應該一直聽到背景音樂 有機會聽到一些共共的聲音 是因為附近有打妝的工程 我等了他很久了 他都繼續打妝,沒辦法 我唯有照拍 希望背景音樂可以退走了 好了,今天這條影片 就是想分享一下我最近用過的 一些面膜,Paper Mask那類的面膜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一開始就想從我覺得沒什麼特別的面膜開始說 可以快點 skip它 之後再說一些好用的面膜 首先就是這兩款的酵素面膜 我在台灣買的 這兩款的沒用感 就好像是敷了一些Tone Mask 但是是一些沒什麼功能的Tone Mask 只是有即時的保濕效果 不過他都有一些舒服的香味 有時候個人很大壓力 純粹想敷一下面膜 都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就到這個牌子了 是Timeless的 叫做提提燕 這個面膜應該都很出名 我想都多人認識的 他最出名的在於說 由台灣紅到法國 我想法國人應該很少敷面膜 所以就覺得他很好用 紋森我覺得這兩款的面膜 認住包裝 是不好用的 沒有什麼特別 我覺得他跟深田藥妝那些差不多 但是他沒有深田藥妝那些那麼多精華 就沒有的 但是效果也是差不多 比起剛才的酵素面膜 他的保濕程度更好 但是不是那些我喜歡的那一類 之後就到這一款 是透明質酸太陽蛇的面膜 這一款之前也有一段影片說過 我最近買了 在香港買的 其實我本身就覺得他沒什麼 但是他的價錢是$97.5塊 我就覺得一點都不值 其實他有保濕的功能 保濕效果也可以過到明天 也不是很大的香味 但是如果$20一塊 我就覺得完全未達到這個水準 我不知道日本買的價錢是多少 總之大約是$10-$8一塊 其實大家可以買來試試 我覺得是可以的 只不過不值$20一塊這個價錢 同期如果你說是日本的開架面膜的話 我反而會比較推薦這一款 它是肌眉症的滲透面膜之類 其實裡面的質地我自己是挺喜歡 它是一個膠的質地 比起布紙的質地 我會更加喜歡膠的 因為我覺得膠的質地 不會把面上的水份吸回頭 如果你問我 其實這一塊和3D面膜 我也是很喜歡 因為3D面膜是超貼面的 但是那款就比較貴一點 便宜一點點 我覺得這一款都不錯的 好了 就到最近其實都幾多人去討論 都幾多人買的這一款面膜 我不知道這個牌子是什麼 但是在SASA有得賣的價錢 是$69-$79 有10塊 我覺得這個價錢是值的 它的保濕能力也不錯的 中等我又不覺得它是超高的 但是如果你說 我不是需要到很滋潤 我是中性皮膚的話 我覺得你是很適合這一款的面膜 它比起很多貴一點 十多塊的面膜 效果是比較出眾的 你敷完之後 你不會覺得很黏很油 但是保濕效果是可以保持到明天 這樣 之後就到10200的面膜 我想最近這四五年 我自己都會大手入貨的 但是之前不是這個包裝 它改過包裝 這個是新方法 但是我覺得它都沒什麼變 一樣都是很好用 很貼面很薄的面膜 但是它的保濕效果 是做得非常之不錯的 所以大家如果去到台灣的時候 看到它買一送一的話 可以多買兩三盒 我覺得它真的很好用 剛才TOMELESS的這款包裝面膜 我就不喜歡了 但是它有另一款 價格是高一點的 黑色面膜 我就覺得很好用 這款它的精華 是厚度再高一點 但是它的效果是出很多很多的 藍色這一款是純保濕 我覺得它是做得高效保濕的效果 而金色的這個 它的保濕效果是再出一點 有滋潤感的 它寫明是金薄面膜 有沒有看我的IG story呢 之前 敷上去 它的面膜除了黑色之外 真的有些金色一點點的金薄在上面 這兩款來說它是高效保濕 而它是高效滋潤保濕的 對我來說 但是它的單價是 我想也要十多元塊 在台灣那裡買 香港我也見過的 在SASA和卓越 有一些合合買的 但是我真的不記得價錢 大家可以去找找 然後就到藍色藥丸 Dr.Jazz 在它的價錢來說 它的範圍蠻大的 在SASA那裡買 長期做98元一批 然後韓國 通常都要差不多10元 8-10元一塊 但是在卓越 是會四十多元 還是三十多元 一盒 應該都不會是假貨吧 這麼大間卓越 還有做了很久的 這個Promotion 如果以卓越這個價錢來說 它是超級斑地保濕 很好用的 大約是兩天左右 如果你問我有什麼缺點 就是用得都會悶 之後呢 就有兩款的Medihill 比較窄身的這一款 是在香港Cosme store買的 99元 只有三塊 超貴 然後這一款 其實香港也有的 SASA我最近也能看到 因為其實在香港消失了一段日子 我是買的也買不到 韓國也挺貴的 我想大概都要15元一塊 但是兩款來說 我絕對是投回它的 它依然是這麼多款面膜裡面 我暫時最愛 那先不說它 先說這個 這款面膜 不是韓國出的 這個Medihill 其實它是日本製造的 為什麼它打不贏我用的這一款呢? 一開始其實我對它也挺有信心的 它這個包裝呢 一看下去 高度保濕的感覺 但是用下去呢 我覺得除了保濕之外呢 它有一點油膩感 對了 這東西就不是我喜歡的 用這個呢 它是有一種焗促感 太過滋潤 你想想如果連我都出油膩的話 我想中性皮膚 油性皮膚 不用選它了 完全死定的 還要這麼貴 三十幾元一塊 是可以貼近到半尊貴的價錢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不需要去買它 反而呢 一直以來呢 我都很推薦大家這一款的面膜 也都是不少朋友跟蹤我去買 是會特意DM我 跟我說 這款面膜真的很好用啊 這一款面膜 無論黏了多少款都好 它還是我的最愛 它這個質地是一個很薄很薄的膠質地 跟著它所有的精華呢 都是很貼和很入皮膚的 你敷完之後 最後你拔回那塊面膜 是一塊真的膠來的 你不會覺得自己虧了一些精華 在那塊膠那裡 然後它敷完上面 是有一個精華液 是可以再補上去睡覺呢 這一款面膜 是我這麼大個女兒 這麼多年來 在開架裡面找到呢 是保濕效果維持到 是三天那麼久的 它這個的精華呢 其實不是一次性用 我覺得大家可以倒進瓶子裡 因為太多了 我想這裡用到三至四次左右 所以大家真的高度推介大家去買這一款面膜 長期家裡都一定要有它 好了 那我就分享了最近用的這十多款面膜 如果你有更好的選擇想推介我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有什麼面膜想我去試 或者是剛才我說的意見 你覺得不同的話 都可以留言給觀眾看的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幾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